我從小到大都覺得動物是很有靈性的 他們懂得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護自己 同伴甚至乎人類 他們的動物帶給我的幸福 令我很想去幫助他們 我就有讀獸醫這個想法回饋給他們 我叫做蓮銘文 現在讀成大獸醫六年級 我是大學第一個學位 就有想做獸醫這個想法 因為當時我家的寵物出現了少少不舒服 令我很好奇怎樣幫他們 醫治不同的疾病 所以我畢業回來香港 其實我做了一年的獸醫助理 同時也報了成大獸醫這一課 因為始終香港是我家 我全部家人都在香港 所以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一直很想念香港 所以畢業後 就回來香港繼續讀 他叫 Moon 現在八歲 他在三個月大時 在一個朋友領養回來 他三歲時就在狗房出生 除了他之外 我家裡還有兩隻貓 哥哥就是我一隻養得最久的貓 他今年已經十五歲了 我覺得Moon和哥哥 在我讀獸醫的路上 都幫了我很多 畢竟我們讀獸醫這一科 其實壓力也很大 有很大的工作項 所以每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看到他們 其實他們會用他們的方式 令我放鬆一點 例如Moon 如果他那天看到我壓力很大 或者悶悶不樂 他會主動拿自己最喜歡的玩具 給我一起玩 又或者走過來不斷疼愛我 他反而逼得我更加努力 有效率地讀書 因為我要讀好書才可以帶到他出去玩 反而他就更加幫助我 在讀書那裡更加有這個推動力 他是我一個心靈的陪伴 因為我小型動物和大型動物都很喜歡 尤其是馬 所以我想趁這一年的實習機會 去不同的機構發掘自己 看看有甚麼機會可以讓我發展 乖 很乖 Good boy Good boy 先吃完吧 等一下 我們就站在雙腹上 雙腹上聽你的左上角和左下角 左上角的雙腹位就是聽他的雙腹 通常一分鐘會聽到兩至三次的雙腹 然後雙腹上可以向前叨 所以就變成兩根關節都閃在一起 然後就是肩膀 肩膀是可以向這邊 現在我就在雙鱼河實習 我之前也去過沙田 也做過在馬醫院實習過 為甚麼我會特意選雙鱼河實習呢 因為我小時候也比較少接觸馬 但自從讀了這課之後 我就對馬很有興趣 因為覺得馬和人都很相似 我們要有一個互相信任的關係 才可以一齊配合 一齊達成的目標 其實我們這個獸醫課程 比起普通的課程 是多出一倍的工作量 所以你要真的很喜歡這課 很喜歡動物 才覺得在讀書上不會那麼艱深 作為一個獸醫 要有一個很好的觀察力 仔細地留意他們身體的每一個部分 才可能會了解到他們的情況 也要有耐性 因為我們的動作稍微快一點 急速一點的話 都可能已經令到他們受驚 不配合 除此之外 我覺得可能溝通的能力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除了幫動物醫治之外 我們都需要解釋他們的病情 給主人知道 因為主人是照顧得他們最多 所以我們都要在主人身上知道 動物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我們才可以對正下藥 有一個診斷 最後我覺得做一個好的獸醫 要有一個上進的心 因為你要不斷增值自己 不斷地去進修 才可以令到自己進步 可以幫助到更多的動物